我們當然非常歡迎美國的衛生部長 能夠來到台灣做這樣的一個外交的訪問 這對於我們台美之間的一個衛生的合作 是一大進步 在政治上也有相當的一個意義 所以它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但是特殊的情況就是 並不是表示說就可以鬆懈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外交訪團的一個bubble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是全程在戒備中 想要先請教就是 美國衛生部長將率團訪台 不過據外交部表示 全團已付隱形證明就不用隔離14天 那請教指揮官 為何他們不用隔離14天 那接下來政府是否要開放在機場檢疫 如果是陰性就不需要隔離14天 我們當然非常歡迎美國的衛生部長 能夠來到台灣做這樣的一個外交的訪問 這對於我們台美之間的一個衛生的合作 是一大進步 在政治上也有相當的一個意義 所以它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但是特殊的情況就是 並不是表示說就可以鬆懈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外交訪團的一個bubble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是全程在戒備中 所以他在美國前三天還是要提供在美國出發前的前三天 的陰性的證明 陰性的報告 然後他們是做專機來 他是整個專機一個包機這樣子來 所以不會跟其他的旅客來相混 然後第三個到了機場之後 我方會進行 這樣的一個COVID-19的一個PCR的檢驗 檢驗之後全團要這樣子就是團進團出 就不可以跟我們其他的人有相接觸 然後到防疫旅館裡面 全部跟我們的民眾來相隔離 然後接下來的一些相關的訪問 當然盡量在一個精簡的一個情況下 那也跟總統見面 那當然是我們會做高級的防疫 那當然我們的社交距離跟戴口罩 這是一定要的 那另外有相關的演講 也會跟聽眾來做相關的隔開 那也可以到我們CDC 這邊來做訪問 做一些意見的交流 那這也是全程的防疫 那兩邊的相隔離 那隔離的人最主要都是 相關的一個他們有先前的 先前的成員來 那都在美國做了隔離 然後在台灣再隔離 然後再檢驗 當作一個這樣的一個中間的一個防衛線 來確保雙方人員的安全